請教一下眷線委員 今天一早民眾黨就強烈杯葛 一方面杯葛總預算 另外一方面杯葛 這一個行政院的這一個相關的報告 那當然這個指標的杯葛 是杯葛到NCC主委上面 你怎麼觀察今天的狀況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藍牌講好的 就各自都要演一出啦 大家來奔啦 國民黨就是發起退回總預算 那總預算退回以後 接下來他還會再送進來 還會再協商啦 我倒認為總預算 整個立法院聚審的機會不大 因為這牽扯到很多都是民生相關的 甚至對於地方政府 現在國民黨執政限制比較多的一些補助 所以國民黨的政治動作就是要求要退回總預算 那黃國昌呢 就是要趕NCC的主委出去 其實照理講 今天黃國昌他們要演的應該是要聲援柯文哲 那不敢啦 為什麼他沒有趕法務部長 對啊 而且黃國昌很想要當法務部長啊 把他趕走了自己過過癮啊 那講一個一般人其實是相對無感的首長NCC的主委嘛 那一般人怎麼知道NCC主委是在幹什麼 我認為這個也跟黃國昌的面子有關係啊 因為其實藍白裡面啊 從頭到尾一直打NCC的就是黃國昌啊 那黃國昌打又打不出一個所以然 他說進什麼進傳媒有弊案 那你就告啊 打不出到底 你的你所謂的有問題是什麼問題 到底有弊端你就去提告也沒有 黃國昌其實重點今天他 他整個民眾黨完全沒有人提到柯文哲的事情 所以可見啊民意的方向啊 他們也很清楚啦 或者更可能的是黃國昌也許有感覺到 沒有柯文哲的日子會更美好 所以你看這幾天 黃珊珊開一個記者會 他表示什麼 他有話語權 他也把台北市議員都叫了 表示這是三三派 這也把黃國昌火力展示 然後他要代表民眾黨 參加這個會議其實很重要 就台美的軍工會議 所以黃珊珊呢也開始突顯出他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民眾黨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也好 都心知肚明 沒有柯文哲了 那沒有柯文哲以後 那到底 民眾黨 更開心 happy happy 就要收唱 我覺得他們開始布置的是這些東西 否則黃珊珊的那個記者會 坦白講 你有幫到柯文哲嗎 柯文哲現在人在收押 他最重要的是他未來的施法 他看那個記者會他的律師知道嗎 未來以後在法院的工房 律師辯解的方向是往那個方向嗎 因為叫黃珊珊收工的內容 意思就是說那是台北市政府主動啦 他認為有需要 所以主動給民間企業農機率 你自己生人你土地嗎 但我的重點就是說 現在他們講的已經都不是去針對柯文哲的官司了 都是在鞏固小草 你看黃珊珊那個記者會一開 小草現在在網路上到處攻擊 內容都引用黃珊珊的 已經不是在講什麼司法迫害 什麼什麼政治追殺了 全部都是你看黑白的哦 柯文哲這支引用 也不知道小草到底懂還是不懂 所以現在黃國昌跟黃珊珊 他們現在就是各自去鞏固 在沒有柯文哲以後的民眾黨的支持還有多少 否則其實今天立法院最重要的東西是什麼 議程應該是行政院長的施政報告 如果要杯葛以前就是不讓你院長報告 今天院長 施政報告如果沒有進行 那後面整個議程都會卡住 就不斷延期不斷延期 所以 還是讓行政院長周榮泰施政報告 那這中間他有幾個奇怪的體驗 包括民眾黨對聯合國2758決議的體驗 後來都裁朝野協商嘛 我認為還是以某種程度留下朝野未來 在緩了這個空間 他也讓卓榮泰能夠順利完成報告 因為他完成報告以後 就可以進行施政總質詢 各政所有的立委都可以 就開始進行總質詢 這個這個系 只是 黃國昌跟 傅崑奇 他們未來的結合會更緊密 對傅崑奇這種人 國民黨內不是沒有人對他有意見 那傅崑奇現在就是利用 黃國昌這8票 嚇民眾黨自重 你現在政治份量 在國民黨內不得了啦 東團一直控制 基本上 就是因為黃國昌比較配合他 那對黃國昌來講 他也需要 傅崑奇 因為他跟傅崑奇上一個會期 兩個人合作到現在 看得出來感情應該是更甜蜜 所以 黃國昌藉著傅崑奇的支持 他這8票就有價值 他一定是當小蘭 當國民黨的小弟 他這樣 他這8票才有講話的權利 也就是未來的 藍白河 與其說 應該要解釋為 好 就是傅崑奇啦 就是 就是 就是傅崑奇跟黃國昌兩個人的合作 他們各取所需 互相取暖 也就是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杯葛 其實在上個會期 下來以後要算一個賬 什麼賬呢 就你政黨的支持度啊 民眾支不支持 你藍白在立法院 這樣的一搞 看起來 國民黨是大虧啦 照理講 有執政85的民建黨應該是比較難撐住 政黨支持度 還有總統的滿意度 為什麼都撐住了 這個傾扭行動出來了 跟以前 完全執政是不一樣 以前是因為你做得再好 反正你完全執政完全負責 什麼事情都要怪你執政黨 那現在因為你有藍白的 藍白的不理性的 你還亂搞 所以民眾會知道很多事情不能做是因為 是因為藍白 藍白搞出來 所以到最後看他們這樣的結合 看起來 如果是傅根吉跟黃國昌還是會更緊密結合 只是啦 他們盤算的已經不是政黨利益了 黃國昌裡面我看得出來 更不是柯文哲的 柯文哲的 要幫柯文哲的 而是他個人的未來 所以他們藍白的合作 在這個會期 當然會持續 我覺得會更緊密 那這個會期柯文哲一開始積壓是兩個月嘛 那搞不好再延壓又兩個月 那這個會期很有可能柯文哲一路的壓壓壓 然後黃國昌就一路這樣子玩玩玩 所以如果他真的覺得柯文哲不在 好像更好啊 那何必再去幫柯文哲 壓越久越好 但我覺得司法單位的 我看他對這個案子 除了第一個社會高度關注 第二個他這麼密集的提訊 也有可能就是 如果到時候他仍然有繼續要積壓的必要 法院準的可能性很高 表示我不是要壓人 壓人逼供 我是很積極的在整辦 只是我仍然必須要延壓 所以這個延壓 第一個也比較有稅務力 那法院準的可能性也很高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請客 訂閱 感谢观看